5月25号公布台东两起确诊 其中确诊案5469树林搭车到玉里车站 由家人接送往返台东成功 玉里镇公所每天都有进行消毒作业 不过一听到确诊足迹在玉里 玉里镇公所不敢大意 5月26号针对他们的足迹 第一站来到玉里火车站展开大消毒 车站月台楼梯手把椅子等车站内 所能见到的物品清洁人员一个也不放过 这是玉里火车站 因为5月25号公布台东两起确诊 其中确诊案5469树林搭车到玉里车站 一听到确诊者足迹在玉里 玉里镇公所不敢大意 针对他们的足迹 第一站就先来到玉里火车站展开大消毒 因应这一次的事件 因为镇公所这边特别在今天早上 在我们玉里火车站 特别做彻底的消毒 为了全力防堵疫情扩散 玉里镇公所防疫焦毒大队 也加强了公共环境场域的消毒 尤其是确诊者足迹处 更是加强消毒 我们就是各个公共场所 还包含每一条路市场学校 以及我们镇公所 以及民众常聚集的地方 我们有加强消毒 玉里镇表示防止疫情扩散 每一个人都要动起来 只要踏出家门就要戴上口罩 包括倒垃圾时 也应该全程佩戴口罩 并与邻居之间保持适当治理 减少交谈 镇公所也呼吁民众 自主实施防疫环境清洁消毒 共同对抗疫情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